赵光贤一家代表中国最普通的农村家庭,忽然遭受命运捉弄,原本的生活轨迹被彻底打乱。最终,小女儿的死亡,为这出家庭被据化上了句号。 2018年5月20日,赵光贤跪地送父亲的寿官上山。5月17日下午,赵光贤的父亲赵大锤自已死亡,92岁了,没人照顾他,吃饭都成问题,老人估计也不想到累赘吧?周围的村民纷纷议论了起来。 作者,赵宇,2015年5月23日,据卫校毕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,年仅20岁的赵燕明,被确诊为尿毒症。 换肾是唯一的出路,但仅肾源就得30万,还要接受一辈子透析命运,燕明知道自己家的处境,想买肾换,完全是奢望,本想着他毕业了,去医院当个护士,我和他妈就解脱了。 燕明的父亲赵光先看的女儿的未校毕业照,原定对生活的期许完全破灭,我们一辈子也没做过什么的啊,他怎么会的这个病? 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,试图用因果论去解释家庭的命运,但并没有找到令他幸福的原因。 2015年6月,为了能够凑齐女儿换身的费用,赵光显和秦法寅夫妇,决定,前往恩师室打工,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父亲。 赵光显的父亲已经90岁了,只能交给村里的其他亲戚代为照料,日后,赵光显才会明白,这个艰难的抉择会令他遗憾终身。 来到恩师后,赵光显在一所中学做保洁员,月收入1900元,相比于在农村种田,喂猪的收入还是多一些,但还是不够,找个机会去工地打钻。 在多正点前,55岁的赵光显曾托人介绍打钻,但是对方以他的年龄过大为由拒绝了。 燕明的母亲谈发银则在一家医院做保洁员,早上六点就要上班,我不是贤苦,我恨不得能够打几份工,只要能够多赚钱。 赵光显,秦法寅夫妇知道就算他们再怎么努力,想给女儿换肾也是很难的,但是他们仍不愿意放弃,晚上十点,燕明做完透析,和母亲一起回出租屋。 我宁愿这个病是发生在我身上,找个安静的地方,死了倒还已了百了,不拖累孩子们。 秦法寅每次看到燕明后悉的样子,就深深自责。 2015年初,燕明曾出现嗜睡,打不起精神等症状,他是有所察觉的,但他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,并没有引起重视,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。 小王化名是燕明在读微笑的时候交的男朋友,在得知燕明被确诊被尿毒症后,小王在医院尽心尽力地照顾他。 但这份感情在2016年10月份走向终点,燕明说,我也不愿意拖累他。 这孩子心好,他能做到这一步,我们已经很感激了,帮着我们照顾燕明不说,还借了一笔钱给我们,燕明的父亲赵光显谈到小王时充满感激。 这条路真正能陪他的还是只有我和他妈,姐姐利敏比燕明大八岁,早已嫁人,儿子今年七岁,燕明被确诊尿毒症后,每个月利敏都会抽几天时间,从老家赶来奔施照顾妹妹。 2017年8月,赵光显抽空回了一趟老家看望老人,顺便帮利敏收包股。 在包股地里,利敏再一次向父亲提出,我想给妹妹换身的想法,你别想了,你已经嫁出去了,你七岁多的儿子需要你照顾,你往后的路还长,你要是换身后身体也垮了,你儿子怎么办?到时候我们这个大家庭就真的完了。 赵光显和谭发尹也曾向医生,表示愿意,拿自己的肾给燕明,但医生考虑到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年龄等因素,并不建议如此,父亲曾和我说过,姐姐想要捐一个肾给我,但我绝对不同意,我懂她是为我好,作为亲妹妹我这样做换姐姐的肾,就真的太自私了。 燕明很感激姐姐愿意为她所做的牺牲,但是不能因为自己的病情而拖垮姐姐的小家庭。 2018年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一,赵光显和立敏回老家东流河村陪老人过年,而此时燕明在恩师做透析,母亲留在医院陪伴燕明,一家人未能团聚。 自从她得了尿毒症后,我们真的很少在过年的时候聚集过,尿毒症的阴影笼罩在这个农村家庭之上,破碎成了这个家的常态。 2018年5月19日,赵光显和亲人们跪在父亲的灵类前,我不笑啊,我知道她为什么要走,因为没人照顾她,我们都没在她身边。 昨天,赵光显心中十分自责,算是燕明拖垮了整个家。燕明和姐姐立敏,在爷爷的灵堂前陪跪。 由于要透析,燕明没能第一时间赶回来。 5月20日清晨,赵光显的父亲赵大锤出病,我是真的没办法照顾老人。 对于父亲来说,他想做一个孝子,而对于女儿而言,他也想做一个称职的父亲,但这两者没有办法兼顾,这都是命。 赵光显感叹道,这几年的家庭遭受的变故让他慢慢明白,命这个东西,不需要任何原因和理由。 连续熬了三个通宵的赵光显,身体明显扛不住了。 当天下午,燕明赶回恩施,准备第二天做透析。 赵光显夫妇和利敏留在老家,料理完后事后,晚几天再返回城里。 在他换肾之前,我不能死在他前面,不然他的下半生该怎么办? 赵光显购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,他决定白天打工,晚上出来跑摩托载客。 如果我和他妈在城里打工到65岁,还是能为他存下一笔钱的,但到时候我们磨不动了,是死是活就只能看他自己了,我们的确尽力了,真的尽力了。 2018年6月24日,燕明因炉内出血,抢救无效,离开了人世。 23日早上,燕明打电话向父亲求救,赵光显放下手,离得活,就往家里赶,将燕明送到了医院,经过抢救,燕明暂时脱离了危险。 一家人还在商量年底前往武汉医院进行肾移植配型手术,但造化弄人,燕明突发脑溢血走了,医院打了强心针,我们包了个车往老家赶,但在路上他就不行了,舌头打脚说不出话,只能一直握着我和他妈的手。 赵光显回忆到,24日凌晨,前男友小王得知燕,7月28日,是燕明满午期的日子,按照习俗,燕明会在这一天回家,最后看看家人,然后去投胎,他生来喜欢热闹,你们去给他再买点东西。 赵光显坐在燕明生前的房间内,告诉利敏和女婿,他低身份证,照片、衣服,我都舍不得烧,都用纸包起来,燕明离世后,赵光显小心保存着他的遗物。 晚上7点,家人们朝燕明的坟前走去,燕明的母亲谈发银抱着一束花,这是燕明生前养的,他喜欢这花,给他送过去陪着他。 燕明的坟墓位于村头一段公路下面,要穿过大片树林,赵光显拿着镰刀走在前面,将道路边的树枝和杂草砍食一侧。 最开始的墓地选址,由于主人家,觉得坟墓太靠近庭院,有些不乐意,燕明生前就懂事,他也肯定不愿意引起争端,我们最终将坟纸选在这里。 赵光显砍了许久的树枝和杂草,才回到墓边祭殿。 你怎么那么命苦啊,你怎么舍得丢下我们就走啊,秦发银在女儿的墓边祭不成声。 正直花季的燕明饱受病魔的摧残,他不愿相信女儿已经离世,但却又不得不信女儿已经死去的事实。 燕明的母亲情绪失控,被两个亲戚架着,扶了出去,嘴里依旧念着女儿的名字。 一家人辛辛苦苦忙了三年,四处奔波,想尽办法找钱,但依旧没有逃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结局。 作为一个父亲,他对女儿充满了悔恨,没能实现他对女儿的诺言,穷才是这个家庭最大的病症所在。 他心想,如果早倒给燕明换了肾,结局一定不是这样。 一个小时后,坟前名只快要烧尽,赵光显,大女儿利敏,女婿大海在坟前驻足,算是做最后的告别。 其实他不想走,他也是体谅我和他妈,体谅我们这个家庭,才最终做出的这个选择,赵光显自我安慰道。 傍晚,赵光显家的房子被黑云笼罩。 三年来,这个家庭一直生活在尿毒阴影之下,从燕明被确诊为尿毒症,一家人前往城里打工,四处奔波,再到年迈的父亲以极端方式自杀。 经过三年的打拼,一家人似乎看到希望之时,燕明却颅内出血突然离世。 这出家庭悲剧以燕明的死,画上了一个句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拼,一家人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。 感谢观看